高富帅爱上了一个野猪女孩 白天的时候他们一起约会 夜晚时女孩就会变成野猪 把自己锁在狗笼里 就在女孩沉寂在和富二代的美好爱情中时 妈妈却意外发现了她和富二代的照片 妈妈极力阻止女儿谈恋爱 她害怕富二代知道女儿夜晚会变成野猪的事情暴露后 会伤害到女儿的心 更害怕此时曝光她们的日子将会再也得不到安宁 于是在妈妈的极力阻止下 女孩拨通了富二代的电话 表示要和她分手 还没等富二代问清楚为什么 女孩就挂断了电话 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的富二代 当即就开着车来到女孩的家门外 可此时的女孩已经变成了野猪被关进了笼子里 听着富二代的呼喊 女孩似乎有了意识 发出嗡嗡的猪滚声 但是富二代又怎么能听得懂 女孩的妈妈闻声赶来 一看是女儿的男友富二代 妈妈的气就不打一出来 直接就炮轰富二代 让她赶紧离开 第二天 恢复人生的女孩告诉妈妈 说她还是想要和富二代谈恋爱 由于意见不合 两人很快就吵了起来 然后她就不顾母亲的反对离家出走了 她拎着包孤苦伶仃的来到富二代的酒店外 而这一幕刚好被刚准备开车离开的富二代遇见 富二代急忙来到女孩面前 就在两人热情相拥的时候 富二代的妈妈却走了过来 她对着女孩就是一顿鼠 女孩被骂得提起麻痹口袋就急忙离开了 富二代见状急忙追赶上去 当富二代追到女孩时 天已经快黑了 女孩哭着想要赶紧离开 因为她就要变身了 可就在这时 然而紧接着奇迹也发生了 太阳落山后 女孩并没有变成野猪 爱情的力量简直太神奇了 女孩不可思议地看着天空的月亮 这是自从七岁后以来 她第一次能够抬头看月亮 她想要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妈妈 于是她便请富二代开车送她回家 女孩下车后就飞奔到了妈妈怀里 拥抱过后 妈妈看着没有变身的女儿被震惊了 她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在富二代离开后 女孩告诉妈妈两人在亲吻后就发生了奇迹 所以女孩请求妈妈支持她谈恋爱